一,尽量不要烧普通炉又叫平板炉,能烧高档炉捡灰炉就烧高档,两个炉子的初灰有一定区别,二,逝去的亲属如果身材高大骨骼健壮,就尽量买大些的盒子小的反之,三,最好不要让工作人员把烧出的骨骼残骸碾成灰,保持原状放入盒子最好,四,为了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,请不要在逝去亲属的纸棺材中放入水杯, 镜子手表手机等物品,如有子弹弹片之类危险物品残留在身体里的情,提前告知工作人员,五,如果亲人生前动过一些需要内置钢板等金属材料的机械,这些东西在火化炉内是烧不化的,这些东西便一管默认丢弃,你也可以提前向工作人员携烧拿回,六,在火化车间一定要保持好情绪, 并控制好不能保持情绪的亲朋好友,以免发生意外,其火化工是一个非常危险和非常辛苦的职业,请给予他们尊重,火化间的事故大部分是由于机械故障,操作失误的很少出现,如果没有严重影响到亲人的骨灰,一般的小差错,希望大家都能理性对待,理解万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印 打印